国际间的最新焦点这是北韩又有新的军事行动 在我们台湾时间周六傍晚五天左右 船水北韩又朝向东边的日本海海域 发射两枚不明的飞行物 那么北韩的官方媒体随即也宣称 成功试射新武器系统 甚至还公布了多张领导人金正恩的视察照片 那么从北韩官媒公布的照片看到 金正恩他当时是笑容满面的 另外还有几张就是飞弹发射当时的这个影像 北韩宣称成功发射了新战术导向的武器 那么根据南韩军方的初步研判 飞行物体是往东边的日本海方向 飞行大约110公里 最高速度低于司马赫 对这次的试射 外界认为北韩是针对即将在4月18号展开的 美韩军演来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